也爱撒谎 总是给我撒谎 比如 之前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他说他要送我一个礼物 等他赚钱了的时候 然后结果呢 他最后真的就是 送了我一个礼物 我当时也是特别地惊喜 送了我一个包 我就想拍个照片 发朋友圈 然后他就拦着我 就怎么的都不让我发 还说我那个虚荣 说我那个什么矫情 但是我还是觉得 因为他第一次送我礼物 我就是还是想 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 没跟他说 然后当时有个朋友 过来给我评论说 你这包是假的 因为他有个一模一样的 我当时特别尴尬 我又去问他 然后他又给我发脸 还是说我虚荣怎么地的 我觉得 不管他真的或假的 那也是我挣钱的 第一桶金给你买的 在你的眼里 那些虚荣就那么重要吗 这个不是虚荣不虚荣的事 你当时拦着我 你肯定知道 这个包是假的是不是 不是 我平常 我就让你不要 就是把生活的一些锁事 然后都发到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现在也不知道 是真的假的 因为这个包 是我从一个朋友代购 那块买的 行 这啥 还有别的吗 有 像之前我们就是说 双方父母也都见过面 就想规划一下 结婚以后的事情 然后他父母 给我们出了一套婚房 但是是一套老房子 他父母的意思就是说 这套老房子 我们可以自己住 也可以在添点钱 换一套大的 他自作主张 把这套房子给卖了 因为当时吧 我就是有几个新项目 然后要上 特别缺钱 因为我之前找他借钱 他就没有借给我 正好是那套老房子 现在是属于我的了 所以然后我就把这个房子 卖个掏出绝大部分 然后用在我的事业当中 等我以后挣个更多的钱 给你买更大的房子 不更好吗 关键是你对我说的没做到 你这套房子的事 你都没做到 以后你怎么能保证 你做得到呢 这恋爱谈的 累不累啊 有点累 今天谁要来啊 我要来 来干嘛呀 我就是有几个问题 想不明白 一是就是说 他跟他女同事那件事 我就总觉得 他在给我撒谎 对 你到底爱不暧昧 这么说吧 女同事温柔 还是她温柔 放夜的过程当中 谁一路以来在精神上 支撑你和陪伴你 还是这个女同事 在事业上更支持我一些 打勾 终于说了实话 这挺好嘛 第二是什么 我觉得他总给我撒谎 这个我特别受不了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那你要问他什么呢 我要问他就是说 他这些毛病 到底能不能改 你觉得呢 我觉得 我现在看不出来 因为他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要是以前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会和他在一起了 我其实也不是说 你这样吧 不关心你 你回答我 你还喜欢这个女生吗 喜欢 确实喜欢 对 不喜欢的话 我也不能今天来这儿了 那你喜欢他什么呢 就是 其实我是一个挺自卑的人 我从刚开始 追他的时候 我就没抱希望 他能看上我 而且在之前 我也没谈过对象 初恋 对 而且我对象也是挺漂亮的 然后性格也是挺好的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挺快乐的 就是没想到 在我面临这么大的一个 就是创业的这个时候 然后他没有给予我相应的支持 无论是精神上的 还是物质上的 都没够支持 所以你喜欢他什么呀 他是你初恋是吧 对 就是放不下这一段了 你们俩现在谈恋爱 你谈得累吗 有一些累 你累吗 累 好 为什么大家都累 这段感情何去何从 听听老师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好 谢谢二位 分享你们的爱情故事 其实挺明显的了 这本应该是一个 每天都沉浸在 爱情的甜蜜中的一个年纪 如果这个阶段 谈的爱情 经常会陷入信任危机 这件事情的话 应该答案就是呼之欲出了 就是你面前的这个人 应该是不对的 如果是我特别在乎的一个人 或者对我特别重要的人 我基本上不会 不想也不敢去欺骗他 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 我挺不看好的 你知道在感情的世界里面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一边后悔 一边在继续 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个状态 从男孩的表态来讲 现在事业上在创业 无论是心理 经济 精神上 都是他的那个女同事 给他的支撑会更大一些 那女孩你自己也要想 其实那个人是爱我的 我根本不需要费尽 思量地去琢磨 那个人如果是不爱我的 那我为什么还要拿放大镜 去在他身上找 他爱我的证据呢 男孩也是一样 尤其是初恋 这个人真的是会打动你吗 他真的会让你 怦然心动吗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内心怎么想 就要勇于说出来 好不好 不要拖着 也不要耗 千万不要做 一边后悔 一边继续的事情 好吗 加油啊